今年有Merset幫我承擔了賽訓這部分的工作之後 真的讓我輕鬆很多 那也很感謝他 就是他也用他能力把春季賽真的不怎麼樣的隊伍 給拉拔上來了 其實我覺得今年整體PCS的實力都是相較去年顯著的提升 那就像PSG嘛 他們有請來一個蠻厲害的中弩Goring 然後也有留下去年打的很不錯的選手 然後再加上今年的中信也加入了CFO這支戰隊 所以我覺得今年PCS有當年那個2015LMS的那種四強鼎立的感覺 那當然BYG一開始可能不在大家的四強的眼裡 但是在我覺得在夏季賽算是磨合的蠻成功的 然後我們的後警團隊也算是 怎麼說咧 可能背水一戰了吧 也是非常的拼命 所以才能達出這樣的好成績 那我覺得 對於他們晉級小組賽 我其實是保持樂觀的 那在綜合今年我們賽區的實力有變強的這個依據啦 我覺得要晉級小組賽 我是樂觀起承 沒有耶 因為其實我們是把目標放在16強啦 這次大家都會說 B1G抽的錢很不錯 就是這組比較軟 但其實對我而言就是打很軟的組別進去16強被虐 跟在很強的組別直接被淘汰是沒有任何區別的 就是我希望我們的賽區的隊伍可以在小組賽穩定的 怎麼講穩定的站著 就至少可以跟小組賽裡面的對手打得有難有往 而不是就是單純 就是我想要卡進去16強然後進去被虐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心態的建設是 源自於你要把他的心態摧毀 就你要徹底把他 粉碎 就是讓他知道自己的 缺陷在哪裡 而不是一直覺得 我已經很好了 為什麼還是這樣 因為很多選手 心態會爆炸的原因都是覺得自己很強 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很好的 但是隊友的配合啦 甚至是教練的BP 或者犧牲他啦 甚至是可能會覺得酸民都在 莫名其妙攻擊他 導致他會有一些 非受獲性的失誤 但是我覺得 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跟我選手說過很多次 當職業選手本來就是 要接受人家的批評 被罵本來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只要是有建設性的 只要是 可能一些 可能有稍微 稍微 有一些粉絲輸了就是會罵你 會找你謝分 那只要沒有太過分 我覺得這 本來就是你已經承受的 也不需要太在意 可是可能這些選手比較年輕啦 所以他們在一開始 就是 其實我是真的很看好他們的 但是他們在春季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糟糕 必須用非常糟糕來形容 所以 其實他們 兩個 就我言他們的心態 是已經被摧毀過一次了 那夏季賽可以有這種成績 我可以 呃怎麼講 就是我 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 他們的心態已經建設好了 所以他們夏季才打得出這種成績 就是他們 有很誠實的面對過自己的缺失 然後有把姿態放低 再慢慢 把心裡的那些 心裡的那座城堡蓋起來 慢慢往上爬 對 所以對於心態 我其實 反倒是不太擔心他們兩個 我反而比較擔心挖口 哦 比較擔心挖口 對 因為挖口一直以來在賽區就是蠻厲害的選手 對然後也可以看到大家常常會說 欸挖口怎麼又挖口了 就是他可能會 有一些裝逼 上去 發狂的一些操作 就是 會有一些迷之自信操作 但 他的這些自信操作是起來有之的 因為他 在我們這個賽區裡 一直都算是還挺不錯的選手 對 所以到了世界賽 我其實反而比較擔心他 因為他在PTS 雖然 他可能是在前三的高度 但是到了世界賽 他可能 必須要 認分一點 他要清楚的知道 他這些操作在世界賽上 可能是行不通的 他可能要 做好 做好一個 怎麼講 躺分的一個 角色 就是不要覺得 要靠自己的操作去 打 打出破口 應該要朝向 配合團隊這樣子 的心態 他們的風格其實比較年輕飄漢一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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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一幹 就是 打算幹一幹那種 他們 比較少走營運 就很多情況是 你營運下去 必然能營的情況 但是有機會可以跟你幹一幹 但是 他就會上去幹 所以 我覺得 這是他們最明顯的缺點 那優點就是 他們這種 飄漢的風格 對上某些 可能中韓獎隊 也許是 反而是一種 優勢就是 因為他們 就覺得 欸 這時候 大家都是發育 怎麼可能來幹我 但是 他們 可能會在一些 出奇不遺的地方 出現 然後 打出破口 拿下勝利 希望可以 一起進八強 衝犯S5的榮耀 衝犯S5的榮耀 對啊 這話說太早 如果我們有進16強的話 我們一起加油進八強 我覺得 尤其是敏智吧 因為敏智他在春季的 心態很明顯 就是不是個正常人 但是 他在 面對這麼多的 批評 還能夠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然後 重新爬上來 我覺得 非常感動 那再來也很感謝教練團 尤其是 這個 Mishake 他就是在 戰隊上放了非常多的心力去 去幫助他們 對 也讓我今年真的 放下了很多 重擔 因為往年 去年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去做賽訓 還有去做財務 拉 拉贊助 甚至 收編產品 基本上去年就是我一個人一手包辦所有事情 但其中最重要其實 戰隊就是講戰機嘛 那戰機最重要就是賽訓 這部分 所以今年有Merset幫我 承擔了賽訓這部分的 工作之後 真的讓我 輕鬆很多 那也很感謝他 就是 他也用他的能力把 春季賽真的不怎麼樣的隊伍 給大家把上來了